但是真的被你猜中了 八口他真的很有问题 整件事到底是不是跟真心有关 只要找到这个虎威就一清二楚 真心为达目的越来越不择手段了 只要有人阻挡他在马家的一切 他都毫不留情 曼迪姆女影响了他 那就让他们永远回不了香港 连自己的老公马耀族也不肯放过 如今大嫂叶采薇被害的疯癫下线 现在能威胁他的就只剩马耀堂和贾洛伊夫妇了 和其里瞬间有了危机感 他害怕真心会对自己的女儿下手 为了弥补当年的过错 他只好暗中保护贾洛伊 和其里虽然没什么能耐 但对于真心却一直都存有疑心 他觉得马耀祖发生车祸 甚至是曼迪姆女的死都跟真心有关 但是又没有证据 只能说几句狠话威胁他不准伤害贾洛伊 然而他太小看真心了 能坐上今天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出这个女人一点都不简单 和其里拿他没办法 因为马家的一切都已经掌握在真心手中 为此他开始暗中调查真心 很快就找到了关键性证人 真心的真面目曝光 和其里第一时间告诉了贾洛伊 但贾洛伊根本不相信这一切 毕竟现在的真心伪装得很好 不仅提拔他为部门经理 还像亲姐妹一样照顾他 不久后和其里就被真心报复惨遭车祸 贾洛伊幡然醒悟原来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和其里的去世让贾洛伊悔恨不已 还没来的吉父女团聚就再次成了孤儿 只怪自己当初没有相信她的话 贾洛伊是要替父亲报仇 而此时的马展红也逐渐看清了真心的嘴脸 这个女人为了得到马家的一切 竟然把马昭慈推入火坑 他明知道龙文彪是个花花公子 却还是执意让昭慈嫁入龙家 在两人的订婚宴上 只有贾洛伊跟马展红是最清醒的 真心无疑是这场交易最大的赢家 马展红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两人决定联手一起扳倒真心 然而真心会就此坐以待毙吗 儿子朗朗将成为她最大的筹码 期待接下来更精彩的剧情